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加拿大或英国等第一世界的国家 还有一些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的人 几个世纪以来和世上一些其他国家相比 我们在这些国家成为基督徒是相对容易的 有些国家会因为你承认基督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里 我们没有、还没有面临那种程度的迫害 但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为了使人们喜欢他们而否认基督 会为了不让人们认为他们奇怪而隐藏信仰 你知道吗?地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是的,你知道它是一个永恒的地方 是的,你知道它是一个哭泣和咬牙切齿的地方 是的,你知道去到那里的人会永远留在那里 是的,你知道如果那些没有重生的人 他们会去那里 是的,你知道 但是你依然把福音留给自己因为你害羞或胆怯 马太福音28章19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那些在世上向他人见证基督 而不因耶稣为耻的人 就是基督所指的那些在人前诚认他的人 尽管他们可能因信仰而受到嘲笑 一些人甚至可能会因为传福音而受到迫害 当基督公开将他们呈现在上帝和所有天使面前时 这足以弥补他们在世界上所遭受的所有嘲笑 另一方面 那些修于与基督有连接或修于成为信徒的人 就是在世界上否认基督的人 他们经常的、很容易的 有意识地把自己和基督的关系撇清 当我们越接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 基督的教会将受到越来越多的迫害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而不会面对逼迫 他正向你走来 他正接近你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静前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是的 凡在基督里静前度日的人 都将遭受逼迫 启示录揭示了将有一段时期 对信徒的逼迫将是前所未有的 到了那个时期 那些拒绝受印的将面对迫害 他们将失去买卖的能力 在这个时期的迫害将是史无前例的 信基督的人将被追捕和迫害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至二十一节 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 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但他们因我的名 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 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 上帝的话语很清楚 在那里面没有隐藏的真理 耶稣告诉了我们 如果我们选择服侍和跟随他 我们将要承受发生的一切 耶稣在他的话语中告诉了我们 迫害是每个信徒都必将经历的过程 如果我们真的是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就无法逃避与避免分担他的苦难 因为耶稣受到迫害 我们也会受到迫害 耶稣告诉我们 世界将迫害我们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恨他 但因为耶稣已经不在这个世上 他们的迫害将会针对我们 因为我们承认基督的名 如果世界憎恨耶稣 他们就不可能爱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 事实是 如果你确实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如果你确实是耶稣的门徒 世界会恨你 如果世界不恨你 这意味着你不像耶稣基督 这是很显然的 不是吗 你有听过有的信徒说 他们更愿意与非基督徒做朋友吗 你是否有听非信徒说过 某某人是个受欢迎的基督徒 因为他不会那么古板 早期的使徒被迫害 我们也必须准备被迫害 迫害不是任何真正的信徒可以逃脱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 保罗祈祷使他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 并与他一同受苦 使他也能效法基督的死 罗马书八章十六至十八节告诉我们 为什么迫害对信徒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 和基督同做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险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我在这节经文中发现奇妙的一点 上帝的儿女与基督的受苦 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上帝的儿女 巩固与基督的共同继承权的 使我们有能力像他一样忍受痛苦 忍受迫害 如果我们没有和他一起受苦 就不能和他一起同得荣耀 根据记载使徒受到迫害 彼得据说在罗马皇帝尼路统治期间 被盗钉在十字架上 这可以追溯到公元64年左右 彼得认为自己不配得 和主耶稣相同的方式死去 因此被盗钉在一个X形的十字架上 马太在历史上被认为是 写福音书的传教士 在写完他的福音书后 他在埃塞俄比亚遭受痛苦 有关他的记载很少 尽管他似乎是被剑杀死的 安德烈就像他的兄弟彼得一样 被倒挂在十字架上 他在被严厉鞭打之后 被绑在十字架上 以延长他的痛苦 安德烈在去世之前几天 向折磨他的人宣讲福音 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 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爱 而遭受迫害 即使在今天 在世界的某些地方 你拥有一本圣经是非法的 更不用说在那里宣讲基督的名字了 有些信徒失去了工作 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 即使如此 无论你一相信基督而面临的苦难有多大 你的苦难都无法与将要显现的荣耀相比 这对于许多面临某种迫害的人来说 是一种安慰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遭受的迫害的苦难 是短暂的 而将要向我们显明的荣耀是永恒的 那些试图避免受到迫害的人 就像将自己排除在我们将与基督分享的荣耀之外 再次 如果你是基督的真正信徒 我必须说迫害是必然发生的 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事情 比如当人们在职场上作恶 非法挪用某些资金 而你反对时 他们会恨你 他们甚至会取你的性命 当人们在你的周围中发生淫乱和通奸的事 而你决定过一种圣洁和讨神喜悦的生活时 他们会因此而恨你 他们会因为你对基督的信仰 而给你起各种各样的名字 你在工作场所的晋升可能会被拖延 因为你拒绝妥协你的信仰 在这时代 因为你传福音 你有时可能不得不孤独 很遗憾的 有许多人隐藏了他们的信仰 为了使世界的人爱他们 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圣经这么说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也就是说 当审判来临的时候 耶稣会为每一个承认他为救主的人作证 他会站在他们身边 在父神面前为他的人做公义的见证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 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这是圣经中最大的警告之一 那些在世上不愿意承认和耶稣有关系的人 在永生的世界里 也不能声称自己和他有关系 我们生活在末世的迹象之一 就是对教会的迫害 我非常肯定地说 教会将会面对越来越多的迫害 你不可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而被豁免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但他依然受到迫害 他告诫我们也要忍受苦难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教会的迫害是末世其中一个重大的迹象 我们必须预备面对它 上帝说你走在正确道路上的迹象 上帝总是希望他的孩子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他已经赐给我们圣灵 引导我们进入所有的真理 因此上帝的孩子是有可能知道他们正在偏离正确的道路 也有可能知道我们确实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让我们看看表明你正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一些迹象 第一个迹象被世界拒绝 当你或你的观点被世界拒绝时 那是你正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一个迹象 换句话说 如果你像耶稣 世界就会恨你 如果世界不恨你 就意味着你不像耶稣 你有两个选择 你要么取悦天赋 要么取悦世界 但你不能同时取悦两者 因为他们在两端的极点 而他们无法相融在一起 你要么得罪上帝 要么得罪世界 如果你负荷世界的大趋势 那是你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一个迹象 世界的方向与耶稣基督的方向相反 圣经告诉我们 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 当撒旦把主耶稣基督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 并向他展示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耀时 他夸耀说 如果耶稣敬拜他 就把他们献给主耶稣基督 这世界万国的王室撒旦 他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有权柄 把他们给任何他喜欢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的轨迹 越来越远离圣经的教导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节说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窄门是正确的道路 很少有人找到它 宽门是世俗的道路 它是世界正在前进的方向 如果你不跟随世俗 这是你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明确迹象 世俗是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很难辨别什么是世俗的 简单地说 就是像世界那样思想和行动 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思想 或行为受世界所影响 相反的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都屈服于上帝的话语 圣洁的人不是世俗的 圣洁的人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 你不能既世俗又圣洁 这两者是对立的 不要混合 如果你走在圣洁的道路上 你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上帝喜悦你所做的 他微笑看着你 西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如果真的追求圣洁 你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这个世界上 过着圣洁生活的人 被认为是奇怪和不寻常的 他们经常被这个世界的人 视为不正常的 事实上 过着圣洁的生活 就是过着孤单的生活 因为它是一种 与这个世界分离的生活 然而真正来说 它并不孤单 因为你有圣灵 在生命的风暴和烈火中 与你同在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两节说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蹚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第二个迹象 上帝与你同在 其中一个表明 你走在正确道路上的迹象 是上帝的同在 如果你必须经过生命之火 上帝会与你同在 如果你走过生命之水 他会确保你不会被淹没 基督徒的生活会有阻碍与挑战 上帝不会除去阻碍与挑战 然而他会和你一起面对 遗憾的是 人们倾向于相信 当他们遇到了一些逆境 这意味着他们走错了路 当人们在生活中 面对激烈的考验时 魔鬼在接近他们上 做得非常出色 魔鬼告诉他们说 上帝在与你作对 与你为敌 上帝对你感到愤怒 并与你敌对 但是以赛亚告诉我们 上帝与我们同在 记住当你面对逆境和障碍时 并不意味着你在错误的道路上 让我们专注于 先知选择应用的词汇 在原文中 先知说 当你从水中经过 当你蹚过江河 你从火中行过 我必与你同在 而不是说如果 上帝说 他会亲自在那里 上帝不是说 他会派遣天使或救援队 不 上帝说 他会亲自在那种情况下 与你同在 上帝与他的子民 一起进入这种情况 战胜生活中的障碍 是你正在按照 上帝的道路行走的 确实证明 约伯经历了生命之火 而他是走在正确的路上 他甚至被描述为 一个完美正直的人 如果你阅读 约伯纪第一章到第四十二章 你会发现约伯纪开始时 和后来的他 是完全不同的人 他对上帝的理解 是很少人能够比拟的 事实是 一些有关上帝的真理 你只能通过受苦来学习 菲利比书三章十节说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使徒保罗一生唯一的报复 是通过自身的经历中 认识耶稣基督 就像约伯通过个人经历 认识上帝一样 使徒想要更深层次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获得 肤浅的头脑知识 保罗希望与耶稣基督的相交 是最亲密与深层的 他说 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 受他所受的死 这样 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 新一本圣经 如果你从来没有和他一起 经历过人生的痛苦 你怎么能知道 耶稣是以马内利 你怎么能知道 上帝与你同在呢 讨厌和磨难 并不意味着你走错了路 尤其是当你从另一端 走出来的时候 就像纯姬一样 在你们听我分享的人当中 有些人已经经历了生命的熔炉 有些人经历了生命的洪水 还有一些人经历了人生的风暴 但你内心深处知道 在这些风暴中 上帝与你同在 上帝确实与你同在 你走在正确道路上的 一个明确迹象是 上帝在生命的风暴 与烈火中与你同在 第三个迹象 绝对的平安 第三个迹象与第二个迹象 密切相关 你有没有注意到 《诗篇23》中 从大卫谈论上帝到 直接与上帝说话的转变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民营岛我走一路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杆 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沿袭 你用游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我们看到在第四节 发生了转变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杆 都安慰我 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并不意味着 你不会遇到挑战 事实是你会得到 超越人类理解的平安 你还记得 耶稣睡在一艘 被风暴袭击的船上吗 当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时 你会经历同样的事情 无论风暴有多可怕 你都可以入睡 并确信 上帝正在带领你 前往一个安全的地方 当上帝带领你时 你将有很大的信心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摩西会带领 以色列人 穿越旷野呢 从人的角度来说 在旷野中 是没有出路的 但摩西在整个路程中 一直保持着 与上帝同在 出埃及记 33章14节 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菲利比书四章七节说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第四个迹象 你没有妥协 你的敬虔标准 使徒行传四章 十八至二十节 于是叫了他们来 禁止他们 总不可奉耶稣的 名讲论 教训人 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 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凉吧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当你在生活中前进时 你可能不得不 面对一些威胁 特别是对于那些 选择了正义之路的人来说 更是如此 你有时候 可能会面对一些压力 要使你妥协你的信仰 和你敬虔的标准 你要选择坚定地 站在基督里 并拒绝妥协 你敬虔的标准 当你这么做时 意味着你正走在 正确的道路上 你必须知道 当你走在 正确的道路上时 并不意味着 你生命中的每个人 都会留在你的人生中 你甚至可能会失去 与亲人的关系 马太福音十章 三十四至三十六节说 你们不要想我来 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因为我来 是叫人与父亲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 媳妇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经久不衰的圣经评论 就以上的经文 做了这样的陈述 反映在登山宝训中的 耶稣的信息 确实是和平的信息 但由于他呼吁个人 对耶稣做出彻底的承诺 因此他是使选择 他的人和拒绝他的人之间 分开或产生分歧的 和平信息 耶稣用强硬的措辞解释说 门徒必须至高无上的爱 和跟随耶稣 我们对耶稣的忠诚 必须超越 甚至我们自己的家人 约夫致力于公义 因此他避免了淫乱 但以理在巴比伦用餐时 拒绝玷污自己 三个希伯来人宁愿死 也不愿像尼布贾尼撒的 形象低头 这些人因坚持 对上帝的信仰而受到迫害 但他们确信是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他们最终都有光荣的结局 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 那是纯粹的圣经信仰 真正的圣经信仰 是教条式的 真正的信仰 是不妥协的 真正的信仰 没有谈判的余地